黄自脚五度躲住子后哭塞里那傻眼,我没版面。 主持天王黄自脚,脚脚出道30年,转换歌手的身份,她今天以新人的身份,在西蒙廷举办新专辑《BVNF》,听歌会,女徒弟碌碌担任主持人,她发片倒数14天,回首筹被发片的心情,像做梦一样,她笑说,想压抑想哭。 我的心情不想太亢奋聊这件事,怕掉泪,不过向来感性的她,五度更夜,谈到新歌,你像风版权出了状况,她终于忍不住,躲在柱子后面掉泪,特别嘉宾萨利那储厂立刻亏她,你也太爱哭了吧,她忍不住脱草,明天还有我的版面吗,我千辛万苦来美版面。 笑翻全场 角角记者会上几度更夜,让她一度说,我发新闻搞好了,我不讲了。 还自爆刚刚哭到隐形眼镜掉了出来,重新戴上后才再出场,她谈到,之前新歌版权有状况,天团五月天首相就,原本没有版权的版权问题解决了,之后会以数位方式上架,她大呼,我觉得三零年没白活了。 今天角角的准丈母娘,孟耿如妈妈,虽没到场,但仍加班赶工,为她做了杯子蛋糕。 黄自角今年三月向女友梦耿如求婚成功,幸福宣告要跟她携手一声,今听歌会上,她被问及何时想迎娶美娇娘。 她预告明年开始筹备婚礼并定场地,她表示,长辈年纪都大了,婚礼一定会在台湾办,金卡的准丈娘,金虽未现身,但仍加班替她制作杯子蛋糕,她心怀感激说,谢谢,孟妈妈,被问及何不改口叫丈母娘,她休说,等将来以身相续再说。 而女友梦耿如期待她在圣诞节共度,她表示,杨明山的餐厅早定好好了,请她不用担心,我是她的秘书。 她也预告,圣诞节当天将穿情侣装放闪,她也透露,之前在家里脸唱,女友梦耿如意听过她完整版的歌曲,某天梦突然横唱起她的歌,她还笑说,自己也是宣传期,怎么会唱起她的歌呢? 黄自脚开心笑说,开心自己的歌,能让女友洗脑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